检警来到基隆民宅进行搜证 屋里的灰衣男子才出生两个月的小女婴 无端暴毙 被验出血液里有浓浓的毒品反应 引起办案人员注意 就是这个凌乱地下室 原来康姓女子和灵姓男子长期吸毒 还带着小女婴就来到这间密闭的地下室里 用烧烤的方式吸食安非他命 让才出生两个月大的小女婴暴毙猝死 解保相验后发现 女婴的血液里居然有浓浓的毒品反应 检调单位依法将这对毒鸳鸯起诉 来到民宅外头 阿嬷带着大孙子不断念经 面对记者提问急着帮小孩澄清 原来这名毒虫妈妈 在怀小女儿时就曾因为施打毒品 挺着大肚子就出庭 引起检察官注意 没想到女婴出生之后 这对毒鸳鸯还是不顾小女儿的安危 地下室这种密闭空间吸食安毒 造成女婴猝死 香烟解剖又遇上同一个检察官 揭发了整起毒死婴儿的案件 将夫妻两人一过失致死罪起诉 接着终于我们可以听节目报道